今天有时间和大家面对面的聚会 是多么喜乐的事呀 这实在是祝福 在分会场和网上观看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所有人参加CCF的聚会 很高兴能够和你们一起聚会 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正在讲有关钱的话题 当我们讲钱财 有太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了 你们听过了做智慧的选择 谁是你的主人 把财宝放在合注等信息 上周你们也听了奉献 有十一奉献的信息 我想你们学了很多 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特别的信息 但当我们继续 我们今天继续钱财这一主题 我想先给你们一个测试 可以吗 可以吗 我很高兴你们说可以 谢谢你们 好的 下面是测试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测试 我想考考你们 对菲律宾的货币的了解有多少 可以吗 好的 你们知道菲律宾的货币吗 那开始 请告诉我 在二百笔锁纸币的后面是什么动物 你们是菲律宾人吗 二百笔锁的纸币你们不认识吗 怎么会这样 是岩庆猴 那不是憨斗先生 不是憨斗先生 下一个 一百笔锁纸币后面的火山是哪一座 不是塔尔火山 是马荣火山 好的 下一个 菲律宾人在哪一张纸币上 是的 他在五百五十笔锁纸币上 非常好 这个 在一千笔锁纸币上的是谁的面孔 是谁的 你们知道的 对的 阿基拉在前面 好的 下一个 Joseph Estrada在哪张纸币上 你们不知道吗 这也不知道 在两千笔锁纸币上 就是它 好的 再来一个 拉布拉布 在哪张纸币上 在五千笔锁的纸币上 非常好 好的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在二十笔锁纸币上 前面的人物是谁 是谁呢 是 曼鲁阿尔奎松 你们说对了 有点不清楚 拆一下 这回 清楚了吧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金钱呢 为什么 朋友们 你们看在这个系列当中 你处理金钱的方式反映了你们心里的态度 这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说的 我们来一起读 各位 对不起 不好意思 网络连接不好 再来一次 各位一起读 所求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非常感谢 看他说的 所求 并不是一个建议 不是评论 而是要求 要求什么呢 管家 我们是管家 我们被交托 要照看神的产业 要求我们做什么呢 是值得信任的人 值得信任的另一个词就是忠心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是 我们是忠心的吗 对神所交托我们的 我们是否忠心 因为有一天 我们要交账的朋友们 当说到可信和忠心 你处理金钱的方式 显示了你相信神 爱神的样子 显示了你对神的忠诚 如果耶稣来评价你赚钱 花钱 省钱 奉献 投资的方式的话 他会给你点赞 打拇指 说打拇指 而且他会说 还是说不够 你们看 耶稣看的是 我们对钱的 属灵的态度 当然 钱没有什么错 但如果你心里的态度不对 你们要到神面前来 得到正确的观点 和钱的真理 活出忠心的管家的生命 现在谈谈管家和钱 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 从债务中的自由 你们可以一起说 从债务中得自由 你们喜欢这个题目吗 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一课 在最近的调查中 他们发现 有70%的基督徒 住在债务中 真的很重要 我们所有人都要明白 怎么摆脱债务 我会给你们神的解决方案 但在此之前 我要给你们分享 我个人的债务危机 我这个主题如此激动 是因为在1990年的时候 我欠了200笔锁的债务 就是30多年以前 相当于今天的钱多少呢 我不知道 也许像今天的2000万笔锁 我做了很多 我认为正确的商业上和个人的决定 我以为我掌控我的未来 然而结果是 我的生意快速增长 我想要扩大规模 我想把它建得更大 所以我为我的服装厂 投资了电动风轮机 果然我拥有一个很大的工厂 一切都进展顺利 但突然在1990年的时候 你们记得这里 那些日子生意状况吗 你们还记得 菲律宾的电力短缺危机吗 它持续了一年多 就在这里 旅宋岛 飞机化内的局部限电 持续了超过12个小时 很多企业倒闭了 就像我们今天发生的一样 新冠突然出现 影响了我们 二年之久 都是同样的事情 我买的所有的电动风轮机 都没用了 我们不能运行它们 甚至我不能给工人开工资 我也支付不起 我所欠的供应商的钱 我很绝望 我里面充满了压力和焦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能睡觉 我很担心恐惧 我的未来会发生什么 朋友们 也许今天你们有人 明白我的感受 当我看你们的时候 我看你们都很正常 在你们口罩之下 也许你们在微笑 但在逆行深处 也许你们因为债务 在哭泣 你们也许现在 信用卡债务之中 你们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做什么 朋友们 也许你们被困在绝望的 黑暗的地牢的里面 想 我怎么才能从这地道里 逃出去 赞美神 因为他宝贵的话语 教导我们要如此的 摆脱债务 朋友们 你们要知道 你们不是孤单的 不要放弃希望 我们的神 能做不可能的事 他可以行神迹 改变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谦卑自己 相信他 霍华德带顿说 被经济捆绑的人 没有一个有属灵的自由 我知道 今天你们心里的愿望 就是没有债务 属灵上得自由 他也许要六个月 也许要花六年的时间 不要放弃希望 朋友们 圣经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 是讲关于神如何 在他的百姓需要的时候 供应他们 在新约中 耶稣也给我们很多 关于经济的教导 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很多功课 你们要受管教 你们要时钟如一 你们要毫不保留 容许神 透过圣灵来改变你们的心态 和习惯 这并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 自由的好处 这自由不只改变生命 他们是值得的 真的值得 Cindy和我用一种艰难的方式 学了我们的功课 我们学了很多 生命的原则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三十多年 我们教了过很多人 因为他们不可计数的故事 我们知道这是可行的 神应许要尽他的本分 如果我们要尽我们的职责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的 那首先我们先回来一些关于债务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欠债是罪吗 有欠债是罪吗 有多少人说 是的 欠债是罪 有多少人认为不是的 欠债不是罪 有多少人不想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 朋友们 认真听我们来定义一下 什么是债务 什么是债务 债务的定义是 对服务或帮助的感激之情 对吧 我们称之为什么 感恩 对吧 就像是灵魂深处的债务 下一个定义是 债务通常是在一定时间内所欠或到期的钱 包括你们家庭的借款 车贷 学校贷款 等等一类的事情 第三点 债务是在财务上预期或超支的部分 朋友们 如果我问你们 则删着哪一个是神反对的 哪一个 哪一个是神反对的 他反对 第三点 为什么 朋友们 他是罪 是因为你没有信守承诺 你承诺要在某个时间偿还你的债主一定的金额 因为没有履行你的责任 你否认了你的诺言 这是神所反对的 现在 欠债是不对的吗 第一还是第二 不是的 事实上圣经并没有禁止债务 没有禁止 如果不是你的错 今天你们可以有第三种债务吗 是还是不可以 是的 今天你们可以欠债 不是你们的错 我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单身女生们 你们在吗 现在听着 你们可能嫁对人 但要小心 他也可能是富有的人 债台高筑 对吗 要小心 所以在你嫁给他之前 要看看他的银行账户 男士们 在你娶他之前 也要看看你未婚妻的银行账户 当你们结婚之后 他的债务变成你的债务 反之一然 所以 陷入到债务中 不是你的错 另一个 如果配偶死了 根据债务的类型 还活着的配偶 对该债务负有责任 现在你们也可能因意外而负债 这不是你们的错 是因为疫情 因为紧急的医疗情况 因为经济低迷 和其他很多原因 对于因为环境超出掌控 而负债的人 我很同情你们 我祈求透过这段经文 神会清楚地指示你 如何走出去 过无债的生活 因为有多少人是没有债务的 我可以看见你们的手吗 没有债务的人请举手 不要担心 不会有人找你借钱的 不要担心 如果你没有债务 为你赞美声 今天你们有些人 可能是在父母的照顾之下 所以你们没有很多金钱的问题 因为他们照顾你 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 我只问你们 如果今天你们没有负债 要学会保持这种生活方式 好的 但事实是 我们都欠债 我们所有人 我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支付电子 账单时 当你支付电话费时 当你付水费时 你才怎么着 你已经欠了一个月的费用 所以严格来讲 我们都欠债 我鼓励你们所有人 都认真的听 如果你想做笔记 那就记笔记 这会非常实用 好的 我想了一个和债务这个词一样的 手词 某缩略的词 第一Bt 代表每天因为是碳而溺水 感觉就像你们每天都处在溺水中 另外一个 每天沉溺在抖音中 沉溺在抖音产品的评论之中 神对债务说了什么呢 神说了什么 在圣经中 他在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一节中说 各位一起读 恶人借贷而不偿还 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 你看朋友们 神的心意是 他想让你我就是他的孩子 不是处于潜在之中 他愿意我们是慷慨施舍的人 而不是借贷者 这是神的心 作为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永远不能逃避债务 为什么 因为他显示了我们基督徒的见证 他显示了你的信仰 反映了你的品格 债务的根源是什么 债务的根源是什么 我不是说所有的 而是大部分债务的根源 是属灵的问题 是因为不相信神 不愿意等候神 神会在你需要的时候 赐给你需要的东西 就像是你认为你在掌控你的生活 就像是对神说 神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现在就要这个 所以你就继续向前 陷入到债务中 这就是贪婪在座 所以朋友们 你们是否通过购物 来加强自尊呢 你们是不是相信 东西会给你们身份 地位的认同感 而不是紧握住 你们真实的身份 是在神里有保障的吗 很多时候人们负债是 为了解决不幸或者有失 因为身受伤害 所以他们想用物质的东西 来填补成为真正所爱的替代品 这是个问题 他们说当事情变得艰难 坚强的人去购物 真的吗 当发生在菲律宾人身上 当发生在菲律宾人身上 想一想 当菲律宾人庆祝生日 庆祝婚礼 宗教节日 我们怎么样 当我们庆祝了 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非常的特别 我们喜欢全力以赴 你们听说过 棒棒打这个词吗 这是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棒棒打 这很神奇 我们不考虑债务的问题 直到活动结束之后 那时我们才哭泣惊慌 我们关心的人们 是人们会怎么说 他们会说什么 只有当一切结束之后 我们才想起债务的问题 记住我们要求问神 神啊 你怎么让我成为你的金钱的好管家 这是我们要不停地问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是我们的钱 是神的钱 我们用他所做的一切 反馈到我们身上 在他里面 朋友们 当涉及到债务 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 我认为根本问题是 骄傲的罪 根本在于我 这就是问题 要省察你的心 移走所有的滤镜 并问自己 这就是你今天的处境吗 朋友们 我只想告诉你们所有的人 欠债并不都是错的 好的 房贷 车贷 商业贷款 都是可接受的 但是请认真听 尽管这种财务没有问题 但是拥有一笔备用资金 或是稳定的收入来源 让你可以支付这笔钱 也是很重要的 好的 危险之处是我们不能掌控未来 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疫情 战争 经济低迷 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我的建议是 要明智 聪明一点 确保你有笔印记 至今 可以应对不时之需 我想要提醒你们 当你们考虑商业贷款时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用所继续的从小做起 随着生意的发展 而投入 重点警告我们有关债务的事 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节 告诉我们 各位一起读 凡事 预备好呢 开始读 预备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非常清楚 尽可能的凡事不可亏欠人 然后我们应该有的债务 是爱的亏欠 对他人爱的亏欠 是无休止的 应该是一直永远持续下去的 如果你过着简单的生活 满足的生活 供应家庭 实现神给你的目的奉献 你就会充满喜乐和平安 债务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来回答一下 债务的结果是什么 真言书二十二章七节说 父户 侠管穷人 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 如果你们要解释这节经文 你们会说什么 我会如何来重述这句话 我会说欠钱的人 出门了他的自由 你能想象出出门自由是什么样吗 如果我可以向你们解释说明 如果我有 哦等等 也许这样 是的 如果有一个词呢 描述这种债务的话 这个词就是奴役 这也是你们有些人今天的感受 你们被束缚 被坚信 被困住 被锁链锁住 你们想我该怎么摆脱这种局面呢 你被耗尽了 你在想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在想这件事 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还在想 我该怎么逃离出这种情形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非常害怕我的债主 到我家里 或是公司 让我出丑 我非常担心警长会来逮捕我 把我关到监狱里面 朋友们 神知道 当你欠债时 他会阻碍你全心的赞美他 他拦阻你的祷告生活 与此同时 他也会限制你去参加 查经学习 在婚姻方面 如果你处理的不好 婚姻会被破坏 要小心这方面 住在债务中 你因应付人 而筋疲力尽 而不是服侍神 朋友们 你们看 债务奴役我们 但好消息是 你我与神一起 靠着他的恩典 我们可以面对债务 我们可以面对债务 我们不能逃跑 无论有大额欠债或小额欠债 你可以在神里面找到自由 你可以在神里面找到自由 问题是 我如何还清债务 我如何还清债务 我要分享五个步骤 这些是以神为中心 用信心的步伐 来清理债务之游 首先要知道原则就是 这不是自救 只能 这不是 只要你真心的方法 不 这一切都跟神有关 是神改变你们的心 神改变你们做事方式 思想和心 当你谦卑顺服于他 第一点就是 向神祷告 认罪悔改 向神祷告 大家一起说 向神祷告 认罪悔改 定于你们很多人来说 债务是突然临到你们 不是你们的错 是因为生命中的悲惨事件 今天你们这样 是在控制之外的 我真的鼓励你们 向神祷告 寻求祂的智慧 问祂说 主啊 我可以做什么 求祢引导我 度过我 生命中的这死危机 在雅各书 一章五到六节中说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中间 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能怎么样 向神求 他们向神祷告 应能求那厚赐予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我喜欢这一部分 厚赐予众人 也不斥责人 你我的神 不只是全能神 也是地球的创造者 祂是我们的父 祂想让你我 经历祂的爱 因此我们要向祂祷告 寻求祂的智慧 对今天在债务中的人 因为你们的生活方式 与收入不匹配 支出超出了收入 你们过得太难的生活 今天你们处在这种情况当中 要向神祷告 你们要向祂认罪 你们要为自己做过的事 悔改 认罪悔改的祷告 作为解决债务的方案 是我从未听人提过的 你在别处也找不到 但你一定要明白 朋友们 这是个属灵的问题 因此它需要属灵的解决方案 这诗篇第十八篇六节 我喜欢我朋友说的话 他说在你看五十六篇之前 先看十八篇六节 我在纪念中 求告耶和华 继续向我的神呼求 祂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祂面前的呼求 入了祂的耳中 我们的神在听 祂在看 祂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我们要谦卑地来到祂面前 如果可以跪下来呼求帮助和拯救 这是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 是所有步骤中最重要的 就是来到神面前 现在我们可以向你们丈夫说几句话吗 丈夫们 可以看看你们手吗 大方请举手 你们已经结婚了 这不是个刁钻的问题 丈夫们 听着很多时候你们做丈夫的 很羞愧 羞于承认你们有欠的 但你们告诉你们的妻子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一体的 你们要一起同心解决这个问题 妻子们 如果有什么需要 你要向你们丈夫坦白的 无论是什么问题 包括今天的问题 一定要告诉你们的丈夫 但是呢 我总是鼓励你们要参加小组 门讯小组 为什么 因为在门讯小组当中 你可以和你的门讯长分享你的近况 小组长可以为你祷告 可以找方法来帮助你 与此同时 在他恶化 失衡之前 你已经在解决问题了 这就为何你要参加小组的原因 朋友们 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你们有一位信实的父 你可以向他求主 得到拯救和力量 求他的引导 求他的智慧 你们看 当我和心里那个时候 我们转向神 认罪悔改 那个时候 我并不相信神 我相信我自己 我们认罪悔改 祷告说 主耶和华 请赦免我 我很对不起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心里印下一个字 那个字就是牺牲 一次又一次 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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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来说 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放下 我们的生活方式 真的 我们做了什么呢 我们带孩子离开私立学校 把他们送到家庭教育 然后我想 哇 家庭教育几乎不花什么钱 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付不起老师的薪水 Sindy我欠你的 我们还做了什么呢 我们降低了生活水准 我们不去旅游 我们不去度假 我们不去昂贵的餐厅吃饭 同时我们也不买衣服 或者其他的东西 我只告诉你们 同样的家庭教育是一个祝福 我们发现 他带来极多的祝福 父母们 即使你们不欠债 我也希望你们考虑 鼓励你们家庭教育 我们卖了车 我们只留下一辆车 朋友们 我们只是过最基本的生活 神向我们显明信使 在那个时候 供应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家庭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非常特别的时机 我们紧密相连 这让我想起了 耶利米埃哥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他说我们不知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 诸般的财 是因他的怜悯 不知断绝 每早晨 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 何其广大 确实如此 他的诚实何其广大 朋友们 我问你们的问题就是 你们愿意为你们债务向神千倍的认罪悔改吗 你们愿意这么做吗 我们来看第二点 列出债务清单 列出债务清单 你们知道 正义二十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流行料理你的流群 因为资财不能拥有 我请你们所有人都会同意这个事实 就是资财不能拥有 当索罗门在很多年前写下这句话时 大部分人都认为有山羊和绵羊 他们有羊群 所以他说 要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今天所罗门可能会建议我们 要知道你的股票的状况 好的 不幸的是 今天很多人甚至不知道 他们的羊群 他们的股票的情况 换句话说 我们甚至不知道 我们的经济状况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偿还债务 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清楚地记录下来 你可以一脸无一 只用看一眼 你就可以知道你赚了多少 花了多少 拥有多少 欠多少 这四点 今天你们知道这些吗 这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事 你们要知道这些 这是重点 这都是好管家的一部分 不要活在黑暗里 不要活在否定 因为有一天你可能会清醒发现 哇我的钱都去哪了 或者为什么我有这么多债务 在这一张职场 这些事情都写下来 如果你想用电脑就找个程序 有很多的软件 网上有很多软件可以帮助你记录 有些人欠债 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欠多少 他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没有记录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时间都用来担心他们的债务问题 优利该怎么偿还 朋友们如果你们把忧虑的时间用来做记录 那你就会清楚的知道你需要什么 和你目前的状况如何 不了解你们的记录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 就像是在泰坦尼克上 整个不知道船现在要乘了 我希望也祷告你们财务清单 不像泰坦尼克号着乘客名单那么长 看到你们真实的状况 你就能够知道 首先是稀缺减开支 你知道怎么找副业多赚的钱吗 你可在网上买你的私人物品 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记录 你会知道并清楚地明白 每个月你有多少可以偿还债务 根据Sindy的记录 我写下了我们所有的账单 信用卡的账单 我们欠所有人的所有东西 做出一个清单 在清单上我们写了几项东西 我们有债主的名单 欠债总额 最低每月 还款额 利息和还款期限 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所有信息 这是我们债务清单 为自己预备这样的清单 如果你留意到 比方说父母借款 最低还款额 有能力利息是零 还款期限 永远不管怎么说 不同的债主 不同的风格 但听着 在你把账单整合到一起的时候 从最少的到最多的开列 从最少的到最多的 这样你就可以确定 你欠某人最低的金额 在这里是信用卡好的 知道是什么 你就每月还最低金额 每月还最低金额在最上面 你可以多偿还一部分 如果第一个有多余的 最低的那个有利息 用这种方法可以把它换完 删去你 你可立刻把它从清单中删除 然后你往下用 同样的方法 走到下一个 下下一个 这是保持良好记录的问题 如果你不用偿还债务 那一会我还会告诉你 这部分的内容 这会激励你 不断的一个接一个的偿还债务 偿还债务 朋友们 问题是 你可以列成债务清单吗 可以还是不可以 好的 我相信你们 第三点 制定还债计划 什么是还债计划 看看他对我们说什么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人实行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 不可对灵舍说 去吧 明天再来 我必给你 你看 我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要做的是偿还你们的债务 你们做第一件事情是祷告 为债主 债主的心祷告 然后你去了每个人 让你和他们沟通 告诉他们你实际的情况 因为你有记录 你可以切实的偿还他们 然后你们一起制定计划 等你见到他们和他们分享你的状况 说这就是我今天的心意 我要偿还你 但我没有那么多钱 请你可以降低一点利息吗 你可以减少点金额吗 你可以放宽时间期限吗 我真的要偿还你 这是你可以做的最谦卑事中的意见 当我去见所有的债主的时候 我非常谦卑 但你们知道吗 因着神的恩典 他们会听你的 他们会听你的 如果你带着计划去见他们 如果让你考虑过了 并且写了计划 那就是他们所要的 债主并不想你们带着眼泪去见他们 眼泪不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要的是你还钱 很多时候他们也不想追着你 他们也不想追赶你 他们也不想你消失不见 所以当你带着还钱的计划去见他们 那就还给他们 即使是减少了还钱金额 大多数说他们会接受的 他们会愿意听 并且愿意合作 但是不要带着眼泪去 那是没有用的 他们想看到计划 并且确保你会按计划实行 等到信用卡债务 同样的去公司找负责的人 问那个人 可以停止增加我的资纳金吗 可以为我们申请经济救助计划吗 朋友们 如果你不问就会有答案 但是我们有办法规避这一点 问题是今天 你们愿意谦卑自己 和你们在主沟通吗 这是信心的步伐 我相信有神的帮助你们可以做到的 神会给你们主动权 意向和能力 去面对面的欠你们的债主 第四点 重要的一番 不要增加债务 不要增加债务 换句话说 无论最初是什么原因 让你信用到债务中 要停止 要拿走它 要完全地远离它 你们知道常识告诉我们 如果你在船上 有水漫进船里 你不要只是把水咬出来 对吗 要做什么呢 你应该做什么 你应该堵住漏洞 对吗 堵住破洞 这是有道理的 今天你们是否发现了 你们财务生活中的漏洞 最初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现有债务中处 比如说是冲动消费 你们去商店 去购物中心 去网上店铺现场 你看见什么就买什么 甚至没有考虑一下 朋友们 如果你不停止 继续增加债务 那你永远也找不掉一条无债之路 这是个战争 你们需要神的能力 来改变你们的心 来改变你们的消费习惯 如果你认真对待 我喜欢这节经文 在真言十六章三节说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 你所谋的就比常理 你就说主耶和华 我需要帮助 我反复尝试过这太难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们尽你的本分 神做他要做的事 现在如果你们真的使用信用卡 那张信用卡已经刷爆了 你们知道该做什么对吗 你们要冻结那张信用卡 那张卡冻住 把它拿走对吗 现在信用卡适合紧急情况 他们很方便 比现金方便 但是很危险 你们知道危险之处是 如果你用卡比会用现金多消费 40% 如果今天你们 当你收到每月的账单的时候 并不是全额支付 如果你们不是全额支付朋友们 你们就有问题了 你们需要帮助 因为你们没有意识到 你们每年要付42%的利息 这很疯狂 也没有道理 是个陷阱 几个月后就会伤害你 如果你们对此什么也不做 如果你们没被门讯 每次拿到账单 没有全额支付 你们要采取属灵的行动 你们真的要行动 你要做的是 你们要先反击 是的 反击烧掉 如果你没有反击 那么你要做下一件事情 就是做一个整容手术式的 整容手术不够讲的 不是改变你面容 但我说整容手术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控制不住你的卡 如果你付不起那些债务 我正好有一把剪刀 我也不知为何 我还有一种信用卡 你们知道朋友们 当你有了这张卡 他会把你逼疯 你要把卡剪成两段 剪成两段 是的 不只是这样 还是有很重要的款 你要确保另一半在这边 另一半轮到那一边 为什么 因为有种方法 可以把卡复原 我不知道怎么做 但你们可以用信用卡提款 或是没收 但你们会活下来的 你们会的 有一次一位做丈夫的找我说 就比牧师 我现在进退两难 我说为什么怎么回事 他说三个月以前 我记得信用卡被偷了 我说你没开玩笑吗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银行 并汇报你的信用卡被偷的事呢 他笑着回答说 小偷花的钱比他妻子少 朋友们 你应该增加的一个事 就是多赚钱 这很重要 找到增加收入的其他来源 不要只是轻松的做 现在这么做 这是行不通的 要找一个副业 做一些能立马增加收入的事 能够尽快的还钱债务 现在要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不要添加到购物车 好的 不要添加到购物车 而要把神的原则添加到你的心里 是的 当谈到降低消费 要严肃的 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时期里 不要大幅削减开支 我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牺牲 陷入到债务中很容易 但是要摆脱债务就非常难 你们要牺牲 牺牲再牺牲 你们知道我们的做法 我们用现金收付款 这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真实的用现金支付 你感受到钱从你手里花出去的感觉 另一件事 就是把你的债务状况 告诉你的家人朋友 为什么家人应该团结起来 他们应该都一起祷告 彼此鼓励 直到债务完全还清 我的问题是 你们愿意不再去增加债务吗 愿意还是不愿意 只要记住 这只是短期的 为一生的经济安宁 而做出短期的牺牲 是值得的 第五点 对某人负责 一起说这句话 是的 对某人负责 找到某个 你可以完全信任的好分享 你的债务状况是很重要的事 而这个人 你可以告诉他 你的还账 计划 你甚至可以给他一份清单 你的债务清单 也给你债主一份你的还款清单 这个人一定要愿意拖着你 拖着你的计划 并且用严厉的爱对待你 这是你需要的那种独自伙伴 意思是他们会监督你 每个月都按照承诺的那样 一定会按月还款 现在你们要从一开始就允许他们 严格监督你 坚定不移地跟进你 雅各书武装十六节说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你们完全地重拾 向你们的责任活 或者完全重拾和透明 告诉他们你的罪 互相代求 这个人可以是你的亲属 可以是你的小组长 可以是你的闺蜜 可以是你的配偶 是你的父母 只要是完全信任的人就可以 就心底和我而言 我们是对方的责任 和合伙人 为对方祷告 彼此跟进对方 彼此鼓励直到最后 贴伞罗一家前书五章十一节说 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 继续互相建立 责任都是和鼓励相关的 鼓励你 使你振奋 当你疲累的时候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独则伙伴要做的就是激励你 伙伴就在这里 知道你的状况 为你完成计划而祷告 朋友们 就算只是为了这一点 也是宝贵的 是值得的 拥有一位独则伙伴 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是 你们愿意承诺 对伙伴负责吗 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们相信你们会说愿意 朋友们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 心底和我能够还清债务 我们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还清 但就在那段时间 我们学了很多关于这些东西 神改变了我们的心 神改变了我们的道路 祂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承诺要继续享受这种 没有债务的生活 不会再回到从前 记住从债务中的自由 第一 向神祷告 认罪悔改 第二 列出债务清单 第三 制定还债计划 第四 不再增加负债 第五 对某人负责汇报 现在你们知道 以神为中心 这信心的五个步骤 让你经历从债务中得自由 我估定你们 立马开始 不要等待 不要直言 朋友们 神与你同在 在你里面 没有什么能阻止你的债务消失 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 祂让你我每天都经历祂的神迹 你们有些人对还情债务不那么认真 但向神祷告 认罪悔改是很重要的 你们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你们可以把手放在心上 把手放在你们心口上 你们感到自己的心跳了吗 谁说的 没有 你们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吗 如果你感受不到自己的心跳 把你们的手指放在脖子上 你们感受到自己的脉搏了吗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神在告诉你 你活着 他也活着 只要神活着 你也活着 就有希望 不要放弃 因为神永远不会放弃你 祂永远不会放弃你 我要你们所有人来思想 今天你听到的内容 我想要你们所有人都做一个 我愿意的说明 你们可以跟我说 我愿意吗 我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你们听到这么多之后 哪一件事是你感觉自己一定要做的呢 也就有很多事 在哪一件事 换句话说 在你的手机上记下 你的设备上记下 写在你的一张纸上 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 我的愿意声明是什么 我会做这件事 好的 无论是什么 请开始写下来 你们都带着手机吗 变成信息或者其他都可以 在记事本里写下 我会怎样 爆发出各种清点子 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听完今天的信息后 你打算使用哪些 现在信息中有很多实用的内容 的朋友们 我把它归结成一件事 你会做什么 我会做 当你思想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一些时间来思考 我想让你们也许可以发给某个和你亲近特别的人 让他们知道这是你今天听到的 是你因此会做的事 我要做 那个人可以是你的门选者 可以是你的父母 你的姐妹 兄弟 可以是你的配偶 无论是谁都行 如果想发达社交媒体上 你也可以那么做 但我会做 你会做什么呢 当你思考的时候 我想你们做这件事 因为这很重要 朋友们 今天在你们离开这里 并且在心里决定 主耶和华与你同在 我会做什么 我会做什么 当你考虑的时候 我要给你们时间 因为我想让你们这么做 我写了一首诗 你们想听吗 只有这么多人 好的 不管怎样 我都会朗诵的 这的名字是满足的心 这的内容是 我们都或满足或不满地 生活在一个帐篷底下 我们演锦丁禁忌之舞 他愚弄人 因为我们的罪是隐藏的 在贪得无厌中耗尽 我们心在战争的拉扯中 强烈的渴求就像蜂蜜 可悲的是留给我们的 是酸涩的味道 我们从不满足于所拥有的 也没有意识到这变成了我们的执迷 我们的罪性中 我们的贪婪 并不知晓其余需要的区别 新的改变 我们不能理清 只有神有能力分解 定精于上面的 我们心之所愿 让我们安息于他的爱中 离开最终之乐 明白你是唯一的至宝 让我们谦卑地张开双手 我们信实的上帝 知道如何供应你的需要 赞美上帝 朋友们 当谈到债务 有一种债务 是你我永远偿还不清的 就是 我们得罪神的罪债 无论你做多少的善事 无论你有多少的善心 无论你多么的虔诚 或者完全遵守的是条诫命 朋友们 你都无法清除还清或去 向你的罪债 但你们的神 是信实的供应者 赐给你完美的祭物 为你的罪付上代价 耶稣基督偿还了债务 他并不欠什么 而是为了 我们不能成功的债务 我们的自由 是花代价买来的 神的羔羊 作为无瑕的祭物 拿走了世界的罪 问题是 你们是否接受 耶稣的牺牲 作为你罪债的唯一赎假 他不止许命你的罪 他还赐你永生为礼物 如果今天你渴望将生命交给他 让他来接管 在你里面活 好经历丰盛的人生 朋友们 我要为你们祷告 我要为你们祷告 在祷告之后 我要为这里所有想找出自由的人祷告 终于摆脱债务 得到自由 让我们同心合一 让这个祷告成为你的祷告 天父 我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你面前 我承认我没有办法为我的罪付上代价 今天我感谢你 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和十字架上的死 为我所有的罪付上代价的牺牲 我承认我所有的罪行并悔改 主耶和华 我求你天父赦免我 求你接纳我 主啊 从你的话语里我知道 你赐下应许 并赐下永生为礼物 主我感谢你 给我这份美好的礼物 和你建立关系 如此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那些终于从债务中得自由的人 我可以请你们站起来吗 是的 我们起立并和我们一起祷告 从你的心中跟我一起祷告 重复这些话 我说什么 你们就大声的重复 天父 我来到你面前 求你赦免我曾做过的决定 那决定让我负债累累 今天 在耶和华 我祈求有你的智慧 祈求你的引导 求你的能力 来帮助我 摆脱债务 主耶和华 我知道你是行神迹的神 你拯救你的百姓 以色列 赐他们玛纳和水 四十年之久 赐寡妇游的神迹 无饼二鱼的神迹 主啊 你是行神迹的神 你是供应人的神 我期待主 你在我的生命中 行神迹 当我迈出信心的步伐 相信你 爱你 敬拜你 赞美你 主啊 我期待你在我的生命中 做的所有事情 能给你的圣明 带来尊荣 荣耀 和赞美 主啊 我爱你 我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圣明 阿们 阿们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